侯友宜正因多次攻击蔡总统与赖副总统的设宅政策 结果自己提出的住宅政策不仅小英总统这几年已经在做 也与赖副总统政见如出一辙 那何不给有执政经验的赖副总统接棒来做呢 赖副总统担任行政院长期间 成立国家住宅中心推动设宅政策 今年7月赖副总统也提出居住三对策 预计在两任总统任内设宅 保住贷管设宅 租金补贴可以达到100万户 保障租屋权益赖副总统基于事实提出解放 反观侯友宜说要落实新北经验 但新北这两年社宅新败量是零户 过去还差点把社宅盖成豪宅 所谓的新北经验根本就是异常谎言